很多中国的朋友一吃到瑰丽米粉都吃的不正宗 有的人一听是不是就激烟了 觉得这个乐伯在瞎说呀 不是乐伯在瞎说 是当地瑰丽人跟我讲的呀 你如果是一大碗米粉带着汤 恭喜你不是地道的呀 朋友们真的说 正宗的瑰丽米粉一定是那种派大队的 里面都做不下 需要站着炖着的就吃的 这就是地道 而且你不要订这种什么什么什么套餐的 这只是给旅游者安排的呀 需要单点一碗米粉 以后你要加肉加蛋加粉 12两吧 1块5 就加1块肉吧 1块5 哎 多加那个脆皮啊 然后那个再来一点点别的啊 正宗的瑰丽米粉有单独的调料区 你们看当地的人就是先吃那个干老 把这个米粉就拌好了 吃完了就加那个汤单独喝 不像瑰丽之外的瑰丽米粉 粉和这个汤就是连在一起 这边是分开的朋友们 嗯 嗯 很香啊 而且特别适合萝卜的口感 这么大一碗才10块5啊 而且我都加了肉 特别喜欢脆皮肉 嗯 香啊 各种香料 他们怎么做的我也没有研究出来 特别喜欢这个青椒 里面有醋 还有花生 嗯 馋不馋 朋友们 我是一个确实很喜欢吃德国早餐的一个人 但是来到像桂林这么一个地方吃这么好吃的早餐 就完全是不需要别的了 你们看我基本上吃完了 现在加汤 啊 这是也很香啊 这是骨头汤啊 瑰丽米粉 下次去瑰丽 你知道怎么吃了哈 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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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